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 礼拜四啊 大漲 對不對 台積電 鴻海 全資股領軍 台打電 全資股領軍 對不對 大家說 要去全資股啊 中小型股不可以算啦 禮拜五早上我們在這邊跟你怎麼講 我說啊 那個早在我們的預算裡面 要供8700年 對不對 本來就是要全資股領軍的啊 你如果連這個也不懂 你怎麼在股票市場裡面賺到錢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跟你講 一天就好了 你只要高興一天就好了 資金還是要重回什麼 中小型的股票 那 礼拜四也是歐美股市 呈現一個重挫 說什麼 烏克蘭又開始要再軍演 要再衝什麼 中國經濟又如何如何 對 禮拜五我們台股來講 當然也是跌 跌五十幾點 對不對 很多股票來講都下跌 但是漲停的股票幾家你知道嗎 五十七斤 上市加上跪的五十七斤 而且上跪的指數還在漲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的看法完全讓你應徵得到 對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就是說啊 你要在股票市場賺錢就是這樣 你不能跟在別人後面去想啊 找完全都是在我們的規劃裡面的啊 所有的東西都在我們掌握裡面 而且我們掌握的百分之百正確 沒錯 對不對 你如果說老師你那麼厲害要怎樣 你今天如果說你要維持你過去的做法 你要維持你的看法 那個都是你的自由 對 你如果要去了解也是你的自由 沒錯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話想過來說 我們來國標市場就是要賺錢的啊 對啊 不是做身體健康啊 沒錯嘛 那一定要找一個怎麼樣 所有人都跟你講在前面的 對 如果事後跟你講的那個都沒用啦 所以觀眾朋友 你今天再看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要跟你講說主流還是怎麼樣 中小型股 還是要中小型股嘛 對 主流這些中小型股 老師我沒聽過耶 老師這國標起起來很恐怖 一直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呢 那如果這樣 在創新高的時候你敢不敢買 這問題很簡單 那你要賺錢就要敢買啊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到的也許我們講的 你不敢聽啦 為什麼 因為跟你操作的習性不合 對 但是你要賺錢就是要這樣操作 對 那當然啦 要賺錢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看 要帶你的那一個人 他講的到底對還是不對嘛 他如果講的是對的 我跟你講他做的不會錯啦 不會有人這麼雅劫看對做錯啦 很少啦 如果公開跟你講都完全印證完全正確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跟著他想賠錢都難 就像我們 我們跟你講有沒有完全命中 有沒有完全正確 最難能可貴的是有沒有提早讓你知道 如果有提早讓你知道 那你不應該賠錢 你應該要大賺 就像這一檔股票 展成 在禮拜五大盤跌的時候 跌60點 展成又快要創新高 起到多少 55塊 錢高多少 55.5 又插五角就創新高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看起來很強 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我們早就告訴你 早在9月份 去年9月份我就告訴你 去年9月在哪裡 現在咧 創新高 所以觀眾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然如果現在叫你去買 你一定不敢嘛 這是昨天早 這是禮拜五早上 我們就告訴過你 你早知道有早知道的好處 你早知道有早知道賺錢的機會 不會 就是要早知道啊 不然不會有人講千金難買早知道嘛 現在甚至早知道你有錢都買不到 那你看一波賺上來 也跟你分享過了啊 如果你是300萬在坐在這邊去買的話 在這邊賺200萬嘛 300萬 賺200萬 不到半年的時間 才幾個月的時間讓你賺200萬 你覺得賺了有開心嗎 老師我沒有賺 我說如果你賺到啦 如果你去想如果你300萬在做股票 壓對一支早知道壓對一支 然後漲上來 300萬可以賺200萬 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是不知道好還是不好啦 但是聽起來獲利率 比你做什麼投資都好不是嗎 那重點是早知道嘛 你要在利多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 利多大家都不知道 你去買 好過你在這邊高點跟人家搶 不是嗎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喔 那老師你展成講了 你說你早就告訴大家證據在哪裡 來給你看一下證據 其實有鎖定我們節目的都知道啦 不用多講 驚人題材 當時怕你說不了解這個題材好處在哪裡 我直接告訴你它叫驚人題材 9月13號是拜訪回來隔一天 這個字卡就讓你看到 叫做驚人題材 那題材有多驚人也寫在這一邊 所以是不是早知道 當時有人跟你講石墨子啦 我必須承認當時有人跟你講石墨子嘛 但是有沒有人告訴你網路專利 這個才是利多啦 這個才是史上最大的利多 這個才是 你寧願花千金一定要買到的利多 就在這一邊嘛 就算今天要讓你花很多錢 你知道這個利多 那種Gate的不是嗎 你今天就要讓你花再多的錢 你去領先事先9月份知道這個利多 有那個價值嘛 那你說老師那你去拜訪 你說那個利多那是不是你隨便亂講的 公司後來否認嘛 是不是你隨便亂講的 觀眾朋友 我去拜訪過 我這個人不講假話 我是隨便亂講的嘛 你看下去喔 結果你在2月20號看到新聞 經濟日報啊 這記者下來啊 不是我寫的 經濟日報記者寫的 寫什麼 遠生科連續告營四家知名入口網站 更大廠 挫一旦啊 比AOL更大廠不就Google嗎 為什麼挫一旦 因為遠生科贏的機率很大 這樣你懂嗎 因為遠生科贏的機率很大 只是時間問題 這樣你懂嗎 那你說我9月12號9月13號告訴你 我比你早幾個月啊 這個才是資訊不公平的地方 才是落差 才是你 我覺得你花再多錢都值得的地方 不是嘛 你看下去喔 那當然啦 現在你看到 更大廠挫一旦嘛 挫一旦就怎麼樣 挫一旦就差一點創新高啊 那你再去想一件事情啦 接下來的展程 有哪些按照時間點 有哪些事情要發生 接下來展程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如果你想賺錢喔 你想賺展程 就像我剛剛講 那個網路賺利那麼大的一個利多 你想賺他的錢 我覺得你最好要知道 不然喔 你真的很容易去追高殺低 該報的時候報不住 該買的時候不敢買 那這樣你展程就算你知道這個利多 你也是了解啦 所以我們來看下去喔 那重點在這一邊喔 我說過展程接下來 一檔股票你想要賺新高賺波段 你要比別人清楚啦 你要比別人更早了解 你如果都不了解的話 你賺不到他的錢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你自己說 你看喔 你這一邊知道就賺60%嘛 你這邊知道賺不到嘛 所以那現在你看喔 早知道可以讓你賺錢 那除了展程 說老師那有沒有那種低檔底部 老師展程那些那些我真的買不下去 好啦買不下去沒關係 告訴你說要早知道 那老師那有沒有那種 真的現在是早知道 然後又低檔底部的有還是沒有 你看喔 看這一檔 這個也是我們親自拜訪 也是我們親自拜訪發現說 這個地方真的是 不買真的很可惜 這一檔股票好在哪裡 來看這一檔 老師有沒有低檔底部的 展程去那麼多啊 低檔底部這一檔喔 你看喔 這是月線 這是什麼底 打了幾年大底 打了兩年多的大底喔 聽好喔 兩年多大底 你再看下去喔 它的利多在哪裡 做股票一定要有利多 不管你是籌碼面的利多也好 譬如說有人要做 抱歉 譬如說有人要做 還是說怎麼樣 基本面的利多 譬如說 營收創新高 這不錯吧 營收創新高 再來呢 獲利創新高 這個做股票不就是要賺基本面的嗎 如果營收跟獲利都大幅度成長 如果營收跟獲利都創新高 如果營收跟獲利都創歷史新高 股價 從我們過去做股票這麼久的經驗以來 股價聽好喔 沒有不創新高的 幾乎只要你獲利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 甚至毛利創新高 股價沒有不創新高的 老師你這樣講 告訴你就是這樣股票 錢高在這一邊喔 五十幾塊喔 五十幾塊錢高喔 現在才多少錢 那老師那你說他那個營收創新高 毛利率三級跳 營收挑戰新高 有還是沒有來 你看喔 這是他的基本面 你看毛利 這一行 從12% 22% 23% 31% 哇 股價噴出不稀奇啊 毛利率噴出才驚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毛利率有沒有三級跳 再來喔 這邊有一個圈圈 為什麼圈起來 這一檔股票營收新高 是在101年第一季喔 101年第一季 營收歷史新高 101年第一季在哪裡 101年第一季在五十幾塊 是不是像我講 營收創新高 股價一定創新高有沒有 營收創新高 從18塊五漲到五十幾塊 營收創新高 股價一定創新高有沒有 老師 101年第一季營收是多少 你把它圈起來 那那個地方就是最高點囉 308 看到沒有 我再告訴你啦 3.08億啦 再來你看喔 為什麼把它圈起來 因為啊 今年聽好喔 現在第一季 第一季喔 它就有機會 營收超過這一邊 也就是說 現在這檔股票 第一季營收的表現 一二月已經讓你看到 快要創新高了 一二月喔 你要記得喔 一二月是淡季中的淡季 一月是電子業傳統的淡季 二月份工作天數 這麼少是淡季中的淡季 可是這一家公司 現在光是一月跟二月 加上即將看到 就是三月份的業績 加起來就要創下那個新高 那各位朋友 我剛剛講的啊 101年第一季營收創新高 股價從十八塊半 漲到五十幾塊 漲幾倍不用算啦 十八塊半漲到五十幾塊 那現在 你看到第一季的營收 又要比當時101年第一季 還要來得多 那營收創新高 股價創新高 你覺得它會漲到哪裡 這是基本面喔 而且它淡季的營收表現 已經比旺季還要高了喔 已經比去年旺季還要高了喔 所以這張股票基本面 你不用擔心 接下來我告訴你啦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全部都是它的旺季 毛利三級跳 營收挑戰季新高 再來籌碼穩定 有多穩定 大戶齒骨超過六成 簡單講外面籌碼很少很輕 風這樣一吹啊這樣吹一下 股價就噴出去了 籌碼穩定 大戶齒骨超過六成 為什麼大戶齒骨要超過六成 因為一定有你不知道的利多 這樣講你認同嗎 再來進入旺季備貨潮 今年你看到不管是手機 平板 電視 彎曲的電視 甚至包括未來新的觸控 全部用到它的產品 這一家 不好意思喔 全世界前三大喔 全世界前三大 所以你說這個題材有沒有 這個想像空間大不大 我告訴你 想像空間絕對很大 光是這一點營收創新高 股價創新高 那就怕死人了 所以這一檔股票 就是我們告訴你 接下來你要早知道 你要在這一邊就知道啊 你不要漲到這一邊才知道啊 你漲到這一邊才知道 你不只賺不到 你可能還會賠到 這一檔股票就是我們告訴你 接下來你要早知道的標股 那老師那你想知道 你想要賺錢 想要知道 這一檔股票到底是什麼股票 老師說到 嘴巴轉波說到這麼好 如果股票真的掉了 想要賺錢 不想再五十幾塊才知道 各位朋友利多啊 你一定要早知道 而且你越早知道 你賺越多 這個是禮拜五早上 就已經跟你分享過了 你越早知道 你賺越多 你要怎麼樣越早知道 就你跟我們一樣就好了 我知道 我親自帶你 你就一定會知道 你不會不知道 因為我親自帶你 但是其實我們有講過 我們不輕易收 親自帶的這個等級 我們不輕易收 因為很累 所以基本上 我只能答應你 因為反應很踴躍啦 我只能答應你一件事就是說 本來禮拜五說就是只有那一次嘛 但是現在我只能答應你 整個假日 我們再給你最後的機會 也就是假日過了之後 你說老師那你親自帶我好了 我想要像你一樣 每一檔都早知道 老師那你親自帶我 我跟你講過了這個假日 我們就不再收了 因為反應太踴躍了 所以想跟我們賺的 想要中文老師 江老師親自帶你的 利用這個機會 等一下廣告當中電話 歡迎你 時間關係我們進一段廣告 是一支Q彈 Happy Pong Pong I love you Nice Pong Pong Nice Tiny 趙每星期夫都有美其一例 Pong Pong相遇入 苦樂變起來 吃下去好起來 苦樂三明保罪董 苦樂三明F加強定 我們兩項三項保罪董 好消息好消息 有不同項來了 第一項提材燒熱錢推升 漲最快 第二項獲利豪 波段操作賺最多 蔡老師 江老師雙人服務 提材燒獲利豪 這兩項幫您找 漲最快賺最多 請立即拨打 有福同項針線 02-2578-3777 2578-3777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顧 順手捐發票 救一救植物人 上年中獎下降到 七千萬 請再支持 創世謝謝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 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 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 不對哥哥這麼說 CDo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Do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馬年再加碼 三菱馬上加碼專案 交車送ASUS PEPO MINI 再加碼 有精彩特製版 Outlander 酷裝版 Zinger輕鬆滴樂部 MAGIC Mitsubishi Motors 我們在一個隧道裡面 四面都是黑暗 看不到光 從外責環境而言 沒有任何 讓我們樂觀的理由 台灣不能夠 再這樣消耗下去了 協議一旦簽訂生效之後 會衝擊國內公司航號87.5萬家 台灣未來的經濟 要靠自己不能靠別人 關心台灣的未來 非凡新聞台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其實講真的為什麼股票 人家說股票賺錢的人賺 對 了解人多 沒錯 差別在那裡怎麼會這樣 就是資訊 其實資訊的時間點上面落差 你如果越早知道講真的 你賺錢的機率是越大 不是 除了你資訊影響之外 你操作的習慣也是 沒錯 一般人像這種股票 其實這我們一路講的 如果他一路創新高 都不敢買 老師一直創新高 才會買下去 結果回頭一看 這個叫做什麼 創新高漲得快 創新高怎麼樣 才會有大波段行情 所以在每次創新高的時候 你要敢進去買 我說的 也許 你都不敢做 可是 因為他們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怎麼買 對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三四九八的陽城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今天來講 你自己操作會賺錢 你看我們的股票你自己去做就好 因為什麼 因為股票一段時間我們會跟大家講 像三四九八的陽城 我們也是一路在這邊講 如果你知道你敢去做 你給他看喔 這是對多少 十四塊白 起到一百 十塊 夭壽 這才起有夠多 問題是什麼 你可能賺 賺一塊兩塊你都不敢賺了 你可能看他漲到這裡 就不敢賺了 那最好的做法就是怎麼樣 帶他每次創新高的時候 你敢去去買 觀眾朋友這樣聽不懂 那我們答應大家說 給找一檔 從低價漲到中價 中價漲到高價 當然已經賺高價的 你就不用來啊 但是你一直還不敢賺 你要找一個 中低價的股票一定怎麼樣 他要有利多嘛 利多我們給你寫在這裡 當你看到這一些利多 你才決定說要不要做 第一個毛利率一直攀升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毛利率的手勢 所以觀眾朋友 很多東西啊 我們支一會都給大家的 你給他看啊 去年第一季還賠錢 第二季呢 從賠0.2到大賺0.24 這工期叫做極大的轉機啊 觀眾朋友 那如果賺一季有沒有用 當然沒有用啊 你看看 第三季繼續賺錢 那如果一路這樣賺下去呢 這樣就標標準準的一個轉機 你看看毛利率 我們選的股票都是怎麼樣 毛利率往上的 所以觀眾朋友你要去想是這樣啊 就是說啊老師這支股票我不敢買啊 我們來看他到上個禮拜五的走勢是怎麼樣 你會覺得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K線 老師我不敢買了呢 又創新高呢 如果你還抱持了這一個想法 觀眾朋友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會賺不到大錢 也許你會賺一點點啦 賺個兩毛三毛賺那個一點點 一點點不夠你輸啦 對 那真的會賺錢的是怎麼樣 看到創新高靠下去講啊 為什麼 因為股價突破新高漲得快嘛 基本面我們已經跟你講了啊 對不對 毛利率一季一季往上 那到去年為止 公司買六次庫廠股啊 強力偏多 強力偏多 老實說要庫廠股要衝一下 你不要再問我那個問題了嘛 就公司派心態強力偏多嘛 然後呢 法人預估他今年會賺多少錢 我們跟你講說怎麼樣 本益比不到十倍 拜託的 現在如果說本益比不到十倍 你想看看 你買下去風險在哪裡 你想看看你做長期投資 不就這一些嗎 現在很多了解的公司喔 起到三十塊四十塊五十塊六十塊去了 對 這個去年 轉虧為營賺錢 今年獲利會大幅度成長 成長的幅度 會讓你怕死人的公司 你不敢買 再看他的技術現行 你給他看喔 在這裡喔 一路創新高一路創新高 所以觀眾朋友 這一種低價股間 一路一路一路創新高 他的什麼 他背後一定什麼 一定有鬼嘛 一定有問題啦 老實說我就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先買再說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跟大家講的 很多股票 我們都跟大家 在這邊都要分享 如果你在一年前 你在這個一年前 三月份 你來找多少 你可以買到陽花 你可以買到陽城 對啊 都十四五塊 二三十塊 對 到現在呢 陽花從十四塊一路漲到哪裡 八十七塊 對 陽城從二十塊漲到哪裡 一百六 今年 又還有一三月了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春天來了 對 春雷響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現在跟你講 放到明年可以漲到五十塊 可以漲到一百六十塊 像陽城或者像陽花這樣 你敢不敢買 你敢不敢爆 在他創新高的時候 你有沒有膽量出手 如果你沒有膽量出手 我勸你就催出這個股市 就不要來了 對 而且我們利多都跟你講了 對 任何一個利多 我們都跟你講了 你騎得這麼早看我們的節目 也許你以前都沒有騎這麼早過 今天如果你看到說有緣 我們還特別答應 這一次入會的我們叫清淡 我們希望一檔股票 我們從低檔 從低價漲到宗教 宗教漲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一起來 享受這個股票這樣漲 這一個喜悅這一個快樂 如果要機會難得喔 是我們親自會通知你 把所有的利多跟你一起分享 把握這個機會 那麼因為有時間的關係 下週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那邊說 的 ELNEU Ford Fiesta 搭載1.0 ECOW BOST引擎 全年2012 Aun 2013國際引擎大獎 閃耀生活 隨時啟動 The All New Ford Fiesta 快来Ford 亲自启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